一年一度百貨中年慶 黨期不分平假日都人潮滿滿 人手一張百貨聯名卡 刷越多回饋趴數越多 銀行跟百貨搶聯名卡商機 這張全新的聯名卡 今年十月正式上市 目前辦卡數已經超過四萬張 首年目標發行破五十萬張 頂端的一個顧客 也是其中我們極力想要維持關係的客群 所以在發行聯名卡上 其實有區分一些卡別等級 那同時經由不同的回饋跟服務 來精準掌握優質 而且具有消費實力的一個顧客 一卡在手多重享受 對消費者來說 優惠絕對是辦卡時考量的第一要素 信用卡提供的權益 都是卡友們很關心的 有銀行業者是階級布局百貨通路 推出聯名卡借出高回饋 不過日前也有多家的銀行 是宣布信用卡權益將縮稅 預估將有三百七十六萬的卡友受到影響 許多卡友辦信用卡看選的是交通優惠和紅利點數 兆風銀行就宣布明年起將市區停車 高鐵購票優惠門檻抬高 第一銀則是把市區免費停車和現金消費回饋做調整 和庫銀同樣將現金回饋縮水 至於上海商營的道路救援服務也出現限制 兆風銀行它有增加這個它的兌換的這個比例 比如說你的市區停車門檻 你原本是六千五百點 然後現在就變七千點 它的這個兌換比例都慢慢的調高 那第一銀行也是針對就是 比如說市區停車部分只給頂級卡 那原本只要刷一點二萬 改成說你前一個月要刷到兩萬塊錢 那這些對於卡來講的話都是越來越難用了 但砍到讓廣大卡友們吃不消的是神卡台信GoGo卡 十二月起權益大變動 行動回饋將移除LinePay 新增接口支付 同時最高三點八趴回饋也降至三趴 另外玉山銀公告 明年起信用卡和金融卡 現金回饋紅利點數 小數點以下的金額無條件捨去 至於新展銀行也提高里程累積門檻降低回饋 那新展銀行的話它是幾乎是全面的卡片都改二 比如說你大家最常刷的是新展Echo卡 那它原本有1.5到2趴回饋 就統一改成1.2趴 那甚至像那種什麼飛行卡的部分 原本18元一里就改成20元一里 那頂級卡的部分 本來兌換華航的里程有15元一里 後來改成30元一里 玉山的話它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刺身侮辱 那對於卡友來講的話 可能好像兩塊錢跟一塊錢沒有差多少 但是對於銀行來講 它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這個資金的成本 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整體的這個信用卡的使用程度 或數位支付的程度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當這些民眾 他們都一定會去用信用卡的時候 你很難再透過一些 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誘因 來讓他增加信用卡的使用量 銀行自然就不會有誘因 再增加這些信用卡的補貼 那去給你這個使用信用卡 一般大眾刷卡開支集中在十一住行及旅遊 不少持卡人都感受到砍優惠的實質衝擊 但對銀行頂級卡客戶來說 權益縮水的感受並不明顯 各家銀行爭取信用卡金字塔頂端客群的青睞 展現強烈的企圖心 拿信用卡逼卡消費 或綁定行動支付 是現代人常用的消費模式 信用卡業者不再需要透過誘因 來鼓勵使用 如今卡片權益縮水 就看卡友是否買單 TVBS新聞黃萬偉莊起源 劉彥轩台北採訪報導